你要有勇气 愿意去尝试 邀请小朋友到花莲敬司堂 这次不是当观众 而是要练习当导览员 培养它 咬字 还有你如何能够去把 一个完整的内容 如何去经过我们的阅读 然后把它精简到 变成你自己可以去表达 一个意思的这种逻辑的训练 希望能够帮助这个人 借由图文并茂的词记故事 从基础方法训练 培养口语表达的技巧 我有学到就是讲话的方式 不要用喉咙喊 用丹田去讲 透过我们这样子的启发 那很短时间内 就是可以看到孩子 超乎我们预期的这种表现 让他们有工作机会的 在众人面前导览说故事 除了充分准备 过程中小朋友心得满满 我可以自信地发表 然后可以很大声地讲出来 我想分享的 学到了信心 毅力 还有自信是最主要的要素 就是都会紧张 大家都一起加油的努力 看到孩子的成长 家长很欣慰 他们真的迅速的增长 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然后很谢谢 阅读 思考 表达与分享 培养孩子沟通 团队合作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然新闻真善美志工 李玉莲 张洋川 花莲报导 李玉莲 李玉莲